嗨,大家好,我是凡莎 大家好,我是雅雅 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進行我們下集的繼續問答 我們兩個的問題終於回答完了 接下來來講一些考試讀書工作戀愛 跟很難分的category 你們覺得研究所是跟教授的connection 和學校的資源 還是學校的名聲 對找工作比較有幫助 我覺得在美國的話 學校的名聲大於老師的connection 說到底我覺得老師的connection 對你來說根本沒什麼幫助 對我來講完全沒有幫助 學校的名聲到後來對我來講也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你得到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是從那個工作的connection 那個公司的名聲讓你到下一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學校真的還好 但是我覺得非常取決於你的領域 如果是要去corporate上班 或是這種找工作找公司的老師的名聲 或是他的connection就沒有那麼重要 但如果你要待在學術界 我覺得那個就非常重要 或者是音樂圈 音樂會的節目單 他們都會寫說誰誰誰 然後詩詩誰誰誰 老師好像是非常重要 所以跟你所在的領域也非常有關係 就我們領域學校吧 我覺得以我們的領域來講 我們學校比較有幫助 希望你們可以給考生一些正面的價值觀 給年輕人一些人生導向的意見 反正一直在講說 就是很多考生壓力很大什麼什麼什麼 如果要給你們正確意見的話 就是現在是你們人生事情最少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做好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會說 你就是當學生就把書念好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可能聽不進去 但這真的是真的 因為在你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就會很多問題一直煩惱的 你就會想說 哇學生時代我真的只需要把書念好 這麼簡單 為什麼那時候沒有辦法念好 而且你現在念好書 真的你不會後悔 就是不會害到你 你長大會發現很多事情 你再怎麼努力 你都沒辦法把它做好 那現在這件事情是可以用 光是努力 就到達目標的話 那好好把握這段時光 我覺得 欸等一下 但我覺得這支影片要發的時候 是快要大學放榜的時候 所以 如果有些人沒有考到人生中的第一志願 我真的覺得完全的沒有關係 但你有從考過 所以 我用我的觀點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浪費那一年重考 我不知道事項有多大 會需要到重考 可是我真的覺得人生每一年都蠻珍貴 尤其是在十幾二十幾歲 那幾年的青春 沒有考上最想要的學校 你一定還是可以從最終考上的學校中 學到什麼 或者是得到什麼 人生不是只有考試 念某個學校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觀點 第一志願它在你進去前 它就是志願 可是你進去之後 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可以完全百分之百 完整你對它的幻想 這是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到了一個地方 你發現這個地方 絕對不是你想要待三年四年的地方 不如趕快跑 才十八十九歲 或是畢業之後才二十二歲 二十二中的四年 是很大的一個人生部分 所以當你知道這個地方 你要在這邊耗四年 然後你完全不想的話 趕快離開 它剛剛的話我覺得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 當你覺得這個地方不適合你的時候 你要好好思考說 你要不要繼續待在這邊 好 雙方的觀點都有說到 想請問兩位在一個 不是從小生長的國家工作生活 會覺得孤單嗎 這個超級多人問 孤單啊怎麼排解這種 我覺得現在不會了耶 現在完全沒有了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孤單在職場上面會孤單 職場不會孤單 你每天上班 就是在做一些事怎麼會孤單 職場不會讓你有孤單感 是下班後的孤單感 下班後的孤單我現在也沒有什麼 那你什麼時候有感覺到 有孤單感 在波士頓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你在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 我在做一份不喜歡的工作 然後我下班就會去反思說 我到底在幹嘛 在一個不喜歡的地方 每天過一樣的日子 不知道這個日子的重點在哪裡 那種感覺會很孤單 但這個就是一個信 如果你有這個感覺的話 就代表你需要做一些改變 我現在是沒有這個感覺 就是我覺得我工作很OK 我的生活很OK 可能說不到理想的狀況 但是我對我現在生活沒有意見 我猜他可能也是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感覺 你有所謂的孤單感 或是你有所謂的 我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改變 就是我在亞太安大 同時 同時我坐在亞太安大 我們人身中第一份很認真的工作 你是不是也是26、27歲 沒有人喜歡那份第一份工作 就我在亞太安大 但我不覺得孤單 可是我又覺得 在幹嘛 對 那種Why am I here 然後開車回家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你也不會想要很難過 但你就會在那邊 停紅燈想說我為什麼在這 對 然後早上開車去上班的時候想說我為什麼要去上班 對 現在去上班的路上就會在那邊 就會看一下路人 今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後趕快把它碰碰碰弄掉 然後下午又幹嘛幹嘛 就完全那些想法就沒了 真的耶很怪耶 我從來沒想過 怎麼一直保持熱忱 尤其是應付客戶各種無理的要求 保持熱忱 我有熱忱嗎 為什麼大家一直要講求上班要很多熱忱 為什麼上班有熱忱 我覺得上班就是完成 就是把你該做的事情做好 為什麼一定要有熱忱 然後說OK我們現在解決這件事情 我還有PASSION 不用把 就是把這件事情解決就好 對啊 我覺得上班只要是你在做的事情 不是你討厭的事情就可以 就不需要多少的熱忱在裡面 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可能覺得我們做設計業會有一些比較需要有熱忱的地方 我跟你們講好了 假設我們設計一個event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時間是拿來在設計 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你都是拿來做對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你在畫圖 或者是你在完成你的設計會 我們燈光設計也是 就是你真正在設計的時間非常少 而且那些設計也甚至趁不上設計 因為你大概都知道 想說你一個圖書館來 你一個辦公室來 你大概要怎麼做 他不可能會跟你說 啊我們今天要做一個燈光Immersive那種空間 就是不可能會有這種暗子 我們在念設計學校的時候 都是當然都是天馬系統 可是你出來東西是要給人住的 東西是要給人用的 你不可能在那邊把你的天馬系統 這些東西加注在你的設計上面 你就是一個consultant來服務他們說 喔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放燈光 然後你要告訴他們說 喔你可以在舊有的這些產品 或是這些科技上面 我們可以怎麼做 所以這些東西不會太瘋狂 但你提供這些方案之後 你要去告訴他 你的客戶說 喔這次要多少錢 大概要多久 然後他要怎麼做 他要怎麼畫細節 怎樣怎樣 就是有很多這些繁琐的事情 對那我剛剛講嘛大概只有10%的時間做設計 那你覺得哪一個階段跟你做了什麼 會讓你最開心好了 我覺得大部分的熱忱 會在某一個階段 我覺得可能是那種內部的會議 假如說跟老闆在開會的時候 你提出了一些想法 然後老闆覺得 欸不錯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走 不用很誇張 但是你只要確定說 在這個團隊裡面 你的idea是被認同的 對對對 那種感覺 或是你今天 像我們現在比較久了 我有時候要直接跟客戶開會 或是跟建築師開會 然後在會議的過程中 他們也都理解你在講什麼 或是結束之後 沒有人對這些東西有任何意見 我覺得那個成就感是很大 對對對 所以我在設計的過程 我都覺得很煩 畫圖的時候覺得超煩之類的 但是你在Render出來給客戶看的時候 如果他們沒有意見 那我覺得就是最好的意見 通常啦 熱忱就是要從這種很小的地方 就像他剛剛講的 被老闆肯定什麼的 這種小地方去得到 或是有時候 你會在一個 視訊會議中 老闆沒有要講話 但是老闆是在聽 可是是你在講話 然後你講完之後 老闆從你們自己的slack 或是teams 給你一句good job 那種感覺 思想上的小確鑫吧 我們當然對我們現在 所在的這個產業是有興趣 但是有沒有熱忱 就是還好 美國大家平均一個職位都待多久 我有點不太懂這個意思 是說你比如說 你比如說 senior designer 還是換公司的速度 一年嗎 就是 升籤沒那麼快吧 可是我們每年會有一個review 通常啦 那個是加薪啦 但是你不一定會被升籤 我覺得升籤可能是兩三年 但是大家換公司的速度 大概也是兩三年 對對對 兩三年感覺是一個階段 如果我沒有被升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要跳到其他地方 我覺得平均來講 應該是兩年左右 好來到了感情的問題 這兩題有點像 今年18歲 喜歡上大我28歲 離婚10年的大叔 是同事關係 關係很曖昧 如果在一起會很奇怪嗎 蠻奇怪的 我覺得是同事 所以會很奇怪 28加18是多少 46 我覺得是同事有點奇怪 而且如果差這麼多 他就是非常大的主管 還是他的老闆 哦 18歲會做什麼工作 是工徒生跟老闆嗎 還是工徒生跟大主管 18歲不是還會進大 我覺得在一起不會很奇怪啊 是能不能長久的 對啊 你要在一起就在一起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你只要可以克服你那些周圍親友說 嗨 那些那些shaking you do you 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覺得18歲跟46歲 分手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我覺得交往一下好像也還好 對啊 他男朋友在一起快三年 但是總感覺他人是隨遇而安那種人 我是比較努力往前衝的那種人 一直找不到平衡 隨遇而安有什麼問題 就是衝著你來的一個 對啊 我很想要知道大家 為什麼下班不會想要隨遇而安 對啊 因為我個人就是隨遇而安 不是我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走心 你們到底想要怎麼樣 就是什麼叫做往前衝 我是想要理解這個定義是什麼 往前衝是 他平常就是在家裡爛爛 然後都沒有出去工作 還是他平常就是有他的routine 他有在上學有在工作什麼的 但是回家他沒有在做任何事情 你看得很不爽還是怎麼樣 這個定義是什麼必須先理解 那如果他沒有那些所謂的吃軟飯 或是worn on fame這些既定的印象的話 他如果只是一個隨遇而安 但是他所有生活 他都把自己搭理得OK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人生的所謂的目標 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我也覺得還好 要不要去放過他 你那麼想要衝你 可以自己衝 不要覺得說你一定要帶著旁邊的人往前衝 你去想像的畫面 如果我是一個短跑選手 然後你帶著一個平常不運動的人 他也不是沒在走 他就是在走路的人 那你突然抓到他手往前跑 他是會跌倒 大家本來在這個所謂的人生道路上 都有不同的速度 但每個人終點都不一樣 我覺得不能用你自己的觀點去看說 我覺得你就是要跟我一起到哪裡 到哪裡 因為別人不一定真的想要跟你到哪裡 或是他覺得他現在很好 所以我覺得 你們可以試試看 要不要找平衡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自己 有沒有在逼迫對方 就是他有沒有想要變成你想要的那個狀況 我其實就是對 我一直不太懂 因為其實網路上也蠻多人 就是會在面問這種 男朋友不夠 覺得說 對上鏡 我想說 是要多上鏡 就是我覺得你們要跟我們講一個具體的例子 你跟他說了怎麼樣怎麼樣 他的回答是怎麼樣 我才可以去分析說 我覺得他上不上鏡 因為你只是這樣講一個很大概的話 我沒辦法理解說我是什麼狀況 還是因為我們都太上鏡 我們是屬於太上鏡嗎 下一題 跟曖昧對象 不會有怦然心動的感覺 這樣真是有喜歡嗎 要在一起嗎 沒有耶 如果還是曖昧 然後都沒有怦然心動 對啊你這樣為什麼會考慮想要在一起 對啊你沒有在曖昧嗎 你是不是誤會曖昧的意思 曖昧就是要一直有怦然心動的 曖昧就是你看到一句話 你都會覺得 心跳突然 然後這邊很熱的那種感覺 那才要曖昧吧 現在如果沒有怦然心動 那就沒有 不要再進去下去了 要怎麼遇到情緒很穩定的人 像大叔這種 我覺得要等他們老 情緒再不穩定的人 你放一段時間之後 他都會相對穩定 說你 對啊 我就覺得我現在很穩定 因為我以前也是一個很火爆的人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 可能還比不上大叔 可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他這樣見證了我十幾年這樣過來 我現在真的變成一個還蠻穩定的人 就是沒有什麼事情 會讓我起什麼波瀾的 他在那邊有一些情緒的時候 我雖然現在只是他朋友 我也會甚至比他還要冷靜去看這些事情 所以對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實踐 本來就會長成一個比較成熟的人 比較穩定的人 這題我覺得可以跟下一題一起答 是不是要足夠優秀才能遇到自己的理想心 很多人不是都會說 你是怎麼樣的人 就會遇到怎麼樣的人 跟朋友 這點我真的覺得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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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的Energy會吸引到什麼樣子的人 這件事情是真的 對 但是 所謂比較優秀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是每個人都一樣 這個問題的話 是你想要遇到理想心 但是在所謂遇到理想心之前 你必須要work out的是你自己 我覺得如果你的心思是 我做這些這些這些事情 都是為了找到我的理想心的話 這件事都不會承認 我覺得你必須要專注在自己身上 然後等你反應過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其實周遭的朋友 或者是可以發展成戀人關係的人 都已經比上個階段好很多了 所以我覺得答案是你專注在自己身上 不要以我要遇到怎樣的人 做什麼樣的調整 對對對 最後一個category是比較難分類 所以我就沒有分 意思覺得 楊楊莎莎莎非常的自律 能同時handle好多事情 這方面該怎麼訓練 提高自己求建議 講過很多次了吧 從大學 我覺得次真的 真的是北一大的訓練 有沒有要去看一下我們舊的影片 我覺得很不喜歡再講到 什麼學生時代的事情 因為那真的好久好久以前 可是每次問到這種事情 我如果真的要去想的話 真的是大學那個四年練出來的 因為如果我們不自律 我們就會被那個戲淘汰了 那真的不是跟我們去混的地方 那一段時間 我們被逼著要過這樣子的 Lifestyle 導致於我們每天知道 必須要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要去怎麼規劃還有時間管 還是要給學校一些credit 這我們是有討論過 就是人生中做過最對的事情之一 就是去念北一大 念那個戲 我記得我們要討論過類似的問題 我不會說他做人生中做過最對的事情 但是他不會是一個我後悔的選擇 他教了很多像自己的生活上 你要怎麼必有一些壓力啊 對對對 然後時間管理啊 還有一些比較可能一般大學生 遇不到的人際關係啊 對對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教了我們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好 下半三十來歲 有什麼人生計畫 應該說三十幾歲啊 有什麼人生計畫可以分享 有什麼人生計畫 我還真的沒有 我還沒有 我們是不是那種很不上鏡的人 欸好妙喔 我想要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有人生計畫 人生到三十幾歲 除非你真的有什麼圓 什麼夢要圓 你想要開店還是什麼 我覺得有 我覺得真的是個性很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老闆 在每個階段都有很多人生計畫 對對對 他男友就是 完全跟我們是不同類型的人 大相靜聽到爆 他甚至有什麼短期中期長期 他自己一直會去想像 他什麼時候要變什麼樣子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我連我可不可以活到明年 我都不確定 那我就很難去說服自己去想那些未來的畫面 所以每個人的個性可能會導致他 對於這個題目會有不一定的見解 但是我們兩個就是 目前來講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 嗯 說實在我感覺我也是有小被你影響了一點 我覺得美國這幾年的變化真的太快了 對 所以就像剛剛講的 像上個二月突然被裁員 這種事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預料 對阿 但如果你有一個計畫的話 你是會覺得很痛苦 對對對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計畫 你是不是覺得說 反正我就是冰來降港 這件事發生了 反正我也沒有說 拖鬼到哪裡去 對 那我現在的心態就是 我遇到什麼事情 我就一件一件事去面對去解決它 而我比較不會去覺得說 我什麼時候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回想年輕的時候 感覺會比較有計畫 是因為我覺得整個社會 幫你框在一個地方 就是你這幾年就是要去念高中 我如果就已經要做這件事情 我會去從我的選項中選一個 然後就好像變成所謂的人生目標 就是如果大學就是這麼幾件 那你就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你是會從中間挑一個人去念 或是什麼的 但現在我們已經出來三十幾歲 然後有這麼多選項 我就會比較傾向 那我們就看我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沒有再被逼迫著說 要去做任何的選擇 有沒有想買房子 還是還沒確定想在哪定居 所以不會想買 你有想要買房子嗎 沒有耶 真的嗎 我覺得我會耶 我想啊 如果就問我就是純粹就是 concept有沒有想買的話 我當然想啊 但是我覺得目前買房子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會是一個經濟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其他必須負擔的東西 然後如果現實上來講的話 我現在不會想要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 以前財富自由想不想買房子 想啊 但是買到爆啊 然後投資到不行啊 所以我對房地產是很有興趣的 可是目前這個階段 我覺得 我的經濟實力 還沒有讓我可以很舒服的負擔任何地方的房產 對 最後一題 這個也好多人問 如何面對自己體力跟容貌的衰老 越來越多朋友 英族 家庭而很少時間相聚等 成長的無奈 當然對容貌跟體力的衰老的感慨是一定會有 就是我覺得感覺還蠻明顯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 在這件事發生的同時 你有做最大的努力的話 就像是該保養的保養都有做 可以負擔的醫美都有去做 每天都有努力去運動 然後隱私都在控制 就是你沒有對不起你的生活 唯一沒辦法對抗的就是時間 那我不想要在十年二十年後 回來後悔說 好 我那時候如果有運動 我現在就不會老成這樣子 我至少是回來看說 欸我都有做這些東西 所以我現在長這樣子 你的想法要是 時間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人 對每個人來講 時間都是一樣的往前走 一定要去轉念啦 但是當然有時候 你看到那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還是會 當然會有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覺得 不要不感擾 不要去抗拒這些東西 因為只會越來越痛苦 但是這是一個練習 我不是說 現在你這樣講出來 我就不會有這些感覺 就是這都是一個人生的練習 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 你真的覺得好痛苦的話 至少飲食控制跟健身你擇一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兩個都做到的話 這兩個 我覺得對抗老都很有幫助 女生來講 女生可能都比較懶 可能比較不想運動的話 從飲食方面去改變 真的可以讓你延緩衰老 朋友 因為家庭可以相處的時間 越來越少 我覺得這個就是難免的吧 我自己也會這樣 你要去接受這個變化 因為現在我跟他 也不可能再單獨出去旅行了 但是是不是就是好險 我們那時候也一起去過 所以之後可以一直把這件事 拿出來講講一輩子 要慶幸當時在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有去實踐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現在已經過了這階段 然後再感慨這些東西 那件事情都已經不會再發生的話 就不要再去想 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季節性 什麼事情都會在它 可以發生的時候發生 那當過的時候 可能就再沒辦法發生那件事情 那你就要去盡量的接受它 那今年的影片應該就到這邊 今年的QA回答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 對 我覺得有點難回答跟難減的問題 希望有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那如果你喜歡今年的QA的話 就不要忘記按讚留言 分享這個影片 然後把這個兩個頻道推薦給你的朋友 同時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羊羊沙沙達 我們明年見 掰掰 掰掰